教育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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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場的主題主要是要 特別針對於怎麼樣帶領 學生進行有效的 話語分組的討論 很快的介紹一下好嗎 在我右邊這邊是福大應用美術系的系主任 陳國生陳主任 第二位是長根大學工業設計系的楊朝良老師 再過來是台大治國的吳明山 吳這個叫策略 資深策略規劃 然後最後呢是我們非常有經驗的賴洪志賴老師 是那個實踐大學的風險管理 保險系 我先說明一下 在這場裡面我們基本上主要是希望要討論說 我想各位老師如果到時候開始Round這個提醒人才的工作營的時候 就會立刻碰到這樣的問題 也說我們會有不同領域的學生要把它湊在一起 那怎麼樣能夠將不同領域的學生組合成多元 並且是高度互動 主動積極參與的小組 在這個整個討論發想的過程當中呢 如何能夠引導學生聚焦於主題 鼓勵他們提出想法做發散性的思考 對於過度主控或者是消極旁觀的這些學生 要怎麼樣能夠幫助他們營造融洽的小組氣氛 全部都是雞同鴨講的 然後大家都不講話 那這時候我們該一開始要怎麼開始呢 所以我們 雖然有你的三個問題 可是我想我在這邊是不是我就先 其實我有一個Q0 他們這邊的第一個問題是要問我們如何 透過課程的設計幫助各科系的同學之間 可以有更多互動跟討論的機會 可是我覺得大家應該會碰到的第一個問題 是到底要怎麼分組啊 是不是 這台工作坊我們如果說總共就只有兩天的時間 那我們沒有很多的時間來破冰 而且我們可能很快就要分組 那一開始分組的這件事情到底應該怎麼做 或者是怎麼樣讓學生可以一開始 能夠稍微的破冰 不要大家非常尷尬這樣子 是不是先請最有經驗的賴老師先講 好 謝謝主持人 院長還有陳主任的禮讓 謝謝 好 我想被點名第一個 那我就先講 其實我也蠻同意陳院長講說 這三個題目其實是蠻複雜的 或者它可以被學習一下 那我先回答第三題 就是說我怎麼去帶或經營一個課 其實這個 section 其實有點像 班級經營的那個意思 其實在因為我本身其實是學管理 然後我們一直都是學策略的 然後比較有興趣在做 marketing 那我們都會學管理都會學那個組織行為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工具就是在做 team building 就是要建立團隊 因為管理的意義就是要兩個影像共同合作 完成一件事情 一個人那個還比較管理 兩個影像才有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就第一個有關分組 其實就是團隊建立這個在課程設計以前 其實今天的題目我就覺得有兩個重要的區分 一個是在上課之前的 design 一個是在過程當中的所謂的一個 manager 在管理的過程 所以那個課程的設計階段 我覺得就要先想好 那剛剛當然有兩個情境 一個是兩天的 workshop 但是我之前開的課其實是一個18週 然後開在台大的創創的學廠 那我覺得可能跟毛老師講的一樣 不管是兩天還是18週 其實它都是一樣的run 只是壓縮在兩天 它會變成是一個很精簡很精彩的一個片子 那一個片子連續去演18週 但是兩天也可以演一個很有趣的電影 那我覺得第一個動作 我自己在準備的時候就講到說 其實老師可能要一個mindset是 其實我把它當成是一個 找一群人來打球的過程 打球 我覺得上這個跨領域的課 就是在打一場好球 那那個好不一定是贏啊 而是好玩 新奇又有趣 所以那個打球 那你就可能要把老師定位成 我自己是定位成 我是領隊 但是呢也是教練 那這兩個角色就會開始去讓學生 一進來的時候怎麼樣去分不同的隊伍 那可以有兩個 我的經驗上面是有兩個做法 一個是如果來之前他們熟 我覺得還是順從人性 讓他們自己自由配合 但是如果他們來是不熟的 因為各自報名的 那就讓老師可以幫他們做一點背景 或者是差異性的一個調整 但是這個調整呢 你也可以用一種很命運的方式 讓他們抽抽籤 然後畫畫那個路徑圖 因為有一些遊戲就是 你把那個組別寫好 然後畫好幾條線 繩著線自己加 然後你最後走到哪裡 那就是一種命運跟緣分 那我覺得這個一開始的分組的過程 本身就是一個遊戲 那它其實就可以讓 原本熟也好不熟也好 熟也只是少數人熟嘛 那全班要有一個 開始有一種暖身 就組隊的時候的那個過程 就會變成一個很好的氣氛 因為剛剛前一個section 講到那個氛圍其實很重要 而且一開始的那個orientation最重要 就是第一堂課最重要 所以老師要在第一堂課的時候 就定了那個未來 不管是兩天還是 那個18週的 那個整個的那種氛圍 那其實會滿決定學生後來的commitment 跟他們自己的投入 那分完隊之後 其實不管是自由配還是老師配 我覺得這個往後走的時候 還有很多的重點要進行 那我先講一小部分 那其他老師還可以做一些說明 我覺得分組完之後 最重要的事情是 要趕快讓他們熱身 所以我通常第一堂課的時候 因為有18週嘛 我第一堂課分完組之後 馬上會交付一個任務 就是他們啥事都不用做 就是大家還是素人 沒有上課以前 就開始讓他們出任務 所以我第一週結束之後 一定到第二 到第二週上課以前 去出一個 我都是設計比較有圖有真相的人物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課的核心的目標 是要訓練他們觀察體驗 設計思考 然後 based on他們專業素人 那設計思考這個事情 比較需要比較抽象 它比較方法論 但是在觀察體驗 其實是一種習慣 跟一種思考模式 那其實每個人本身 與生俱來都有觀察的能力 只是他沒有使用 他不被開發 但是一旦你有所要求生或有壓力的時候 你其實就會去查人觀察 所以家裡面其實 如果是成長輩子比較辛苦的小孩 他從小就會查人觀察 那只是現在小朋友比較開心一點 所以我就馬上會給他們一個任務 那那個任務也會結合我們這門課 後來要進行的方式 等於是先讓他們去體驗 一個從完開始 然後去教育的 所以那個熱身的活動 其實蠻重要的 那活動內容或者主題 老師可以一定 但是我以上個學期 就是九月份 然後去年一個學期上課 我就請他們去做很多服務場域的觀察 但是我會挑 挑 我當年度其實就是 免建啊 他們有請出金牌服務大賞 被挑出來有十幾個產業的Top5 那其實就讓他們 就是選定幾個 因為你不能讓他們不知道哪裡去 那你就選 要讓他們去體驗 而且你一定要告訴他們 大致上要看什麼 有點限制 因為他要不然去 他會以為是逛大街 或者我常說很多人看到有一群人 這樣子結伴同行 只有兩種 一種就是尋仇 就是看起來怪就是一群人 那另外一種其實就是抗議啊或什麼事情 所以一定要設定一些目標 然後讓他們說大致上要看什麼 而且設計的時候已經把你後來大致上想要教他們的一些方法 先叫他們自己去試一下 那他們其實就可以自己去試一下 那這個好處是你後來真的在教課堂上教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哦 原來那個就是男人 你有時候我們方法先教 但是他沒有實作或沒有經驗值 其實後面的理解很困難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熱身的那個任務 我覺得蠻多功能的 他可以培養團隊 他可以先把你想要讓他們知道說 什麼叫服務業 因為我在做服務 那課室是我做服務設計服務創新 然後什麼叫做這個方法 不管是這個觀察啦 訪談啦 或者紀錄啦 或什麼事情 或者我裡面會提到那個人際環流這些內容 我覺得可以設計 所以我覺得那個熱身是組隊完之後 很快要做的一個事情 但是因為如果是兩天的話 可能就是現場的一個活動 或者是一個小小的課堂遊戲 但是我那個可以在週間 就請他們去做一個實務的一個觀察 那最後一定要設計一個是 下禮拜回來 也還不是報告而已 你一定要讓他們有勁賞 這門課我頭我也會發錢 那第一個玩樂就是 你回來我們可以評評 那評評就是本人跟這個TA 那他們回來其實有一點點的競賽的時候 會有那種凝聚力跟成就感 因為對他們來講 有比賽的人就是這樣子 千萬不能激 一激大家就會 大家會凝聚一點 所以他們會為了爭取一點點成就感 那錢不多一兩千塊 可是對他們來講 他們就會有一個榮譽感 而且那個錢很重要 我指定那個錢贏得的人要拿去慶功 就是不能分掉 就是分掉只有一張百塊 就要拿去吃飯 那那個就是一個感情的經營 就是第一週玩第二週 拿到錢你就會去吃一頓 但是沒分到錢的也會去吃一頓 他們就會互相取暖 然後就說沒拿到錢 但因為反正吃飯大家要喝點錢 大家出點錢也沒怎麼樣 所以那個過程其實在第一週 我覺得那個team building 在第一週第二週的時間 我覺得就蠻重要的 而且其實那時候就可以從第二週的回饋 可以看租房 我們就要觀察記錄一下 每一組有誰比較愛講話 有誰比較不愛講話 因為他會自由上去分享不會全組的人 那你會大致知道他們的分工會怎樣 因為他們大概就會排說 比較會講的比較愛講 就去講 然後會做的 會畫3D的 第一週就有人畫3D給我看 我說你那麼認真 要觀察一下那個成品 他就把成品裡面的那個那個那個 Apple Store的那個東西畫出來這樣子 那我就很驚嚇 然後那個人他其實說 我們那裡 那個理工醫農文法上都有 但是他不是什麼design 因為台大沒有design 那他 他是什麼 他是生傳系的 然後他去網路上學了一個3D的軟體 他為了要呈現那個空間跟動線 他就去畫 那就很surprise 那或者很surprise 我覺得那時候 那別組以後就知道說 哇 你下手這麼重 其他組以後就會說 那以後我們如果要講 對他就會去做這些事情 那就會彼此有正向的訓練 對 所以我覺得第一週第二週 非常非常重要 我覺得這個是在跨領域的這個team building 或者在後續 為了要促成他們的討論 然後做有效的學習 我覺得蠻重要的事情 這大概是我過去兩三年的經驗 那先在這邊做一個報告跟分享 謝謝 在去年我有一兩次的機會來帶兩天的提醒人才 workshop 然後因為沒有一個是我的學生 所以我事前跟靜雯 就是專案經理 提醒人才的專案經理 都會先討論說 我們這個禮拜報名了多少人 他會大概跟我說 然後我就看看說到底是哪一些學校 因為其實來的學校大概有十幾間學校 然後再看他們的科系的分布 有些是屬於醫學院的 護理系的 然後只有一兩個是有 因為我帶的那堂課是跟 邱老師一起帶觀察體驗 還有設計思考 所以其實在設計科系的學生只有三個 然後 然後我會看看他們是大學生 還是研究所的同學 所以會在 我們分組的原則 就是第一個是人數要平均 業員男女 對呀也是平均 再來是說經驗值 就是 就是他們的 我會把同一個學校 同一個科系的同學全部打散 然後再來就是 問一下有些同學是不是 他過去 就是我發覺有些同學 他非常喜歡參加提醒人才workshop 很喜歡參加 design thinking 相關的任何活動 然後 所以這些人我會把他再拆散 他可以成為這個小組的小組長 對 所以在分開了以後 我們做了一個事情 就是我沒有在他的名牌上面寫分組 反倒是我把我們設計的遊戲 我請靜雯去買了六種動物貼紙 然後在這六組的同學 他們的名牌後面貼上動物 就是按照動物來分組 然後在大家 就是開始做好之後呢 然後我會 我們就是 有一個活動 因為 因為我們的活動只有兩天 然後我大概只有15分鐘的時間 讓那個氣氛炒熱炒起來 所以我還安排了助教 助教就會知道 我有幾個步驟 所以第一個是尋找你的組員 然後我們那時候的做法是說 把你的名牌放在後面 你看到你的那個動物貼紙的時候 你不能用講話的方式 找到你的組員 你要模仿那個動物的叫聲 然後 所以那全場開始有 有羊啊 小羊的啊 然後就開始聽聽說 那你們就自己去尋找到你們的同伴 然後分組做好 然後在這時候大家就開始移動作 做好以後 第二個做法是 我們是要很快的訓練他們的觀察能力 然後也希望他們很快的認識彼此 因為要了解各個組員的專業 不要講專業 因為大家都才大學生 就是說了解一下 大家從哪來的啊 怎麼來的 所以我請他們描述一下 試著來描述一下 他們今天從出門到學校 就是到學校來這邊上提醒人才 課程當中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自己是誰 請他描述的故事以後 然後最後就是 只有一分鐘的時間 然後再來就是說 兩個兩個一組嘛 所以在同一個組裡面 我請A同學介紹B同學給全組同學認識 請B同學介紹A同學給全組認識 所以很快的就是他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練習來描述一個故事 然後也可能在很快的時間來觀察他聽到的這個同學 然後又要把這個同學是誰介紹給大家 所以就是在一個很短的時間把這個團隊Build起來 然後最後還有一招 就是給他們幾秒鐘觀察時間以後 請他們閉著眼睛 然後要閉著眼睛說 在我隔壁的這個LINE同學 他是哪一科系的 然後他大概長得怎麼樣 請他們去來描繪訓練他們記憶力 就是這是我們在破冰的時候一個小小的技巧 剛剛兩位老師已經把幾乎有可能的選項 都講完了不管是天和的人和都 現在是我們會先教你們 沒有問題 就其實也不外乎是這些啦 哪個方法 哪個方法 其實我覺得齁 我就是在這邊我這樣拼下來之後 我自己也順便想一下 真的比較好的其實就是 只要是最後氣憤好就好 就氣憤決定一切 因為說實在你要講專業的EVOLVE的程度 我覺得整個這樣看下來的成果都還不到那個程度 就你真的要他是真的可以拿到市場去賣 或者是他那個專業是科得很深的 其實是比較難 那當然是氣憤好的話 他的東西就會讓你覺得很激烈 就好像自然的人就會出現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說EVOL是他們自己可以任何的 那是最好 那不行我們幫他配合 那另外一個點就是 剛剛老師有提到就是要安插一些 安插一些這個裝腳 就我們的助腳 那這些同學我就覺得他扮你的角色就非常重要 那選擇也很重要 我們那時候選擇的是找比較成熟度高一點的設計系學者 那第一個是他對自己已經很有自信 然後再來他對不同領域的他反而就會有一個成就感在 就所以他在後整個這個氣氛的時候 我都覺得他們都做得很好 就剛剛上一個Session有老師講 最後就帶你上天堂 那不好的就是你就真的就逃在那裡 我覺得動不了 那這個是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的重點 那另外一個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就破冰這個部分 那其實方法也真的是很多 但是我就覺得那個 那個技巧 那精神大概就是有點像 有點像那個琴女和馬 就一直沒有在 沒有辦法有牽手的機會的那一剎那一 就常常就是過馬路很急的 就牽在一起 那我覺得那個破冰有點像這種感覺 就你一定要在一個很快的氣氛 讓他目不暇急的時候 他們原來就這麼容易起來 那要造成這樣子的氣氛 剛剛那個車老師講的 看的那個 我就覺得那個東西 那個題目就很好 就如果撇開情流感這些事情 就 這種東西是 每個人看都有 都有一個想法 再加上他們聽這個題目已經聽了很久 大家都要預示 那像類似這樣的題目就很好 就是他可以創造一些高層 那 就類似這些題目 如果我們有一些選擇的話 他其實就很快 讓這個氣氛就很強 然後 我再整合一下 基本上我的做法就是 助教 然後再加上 我用一個比較快的這個 遊戲的方式 讓大家這個 很快可以進入這個 這個 這個比較濃洽的這個氣氛 真的假的都都好 但是就至少看起來 其實都還不錯 這樣 這個大概是我的 一些感想 好 接下來請 其實我現在比楊老師 有更大的信心問題 因為前面三位老師都講了很多方法 還好 還有一個 他們都沒有講到 沒有啦 就是 就是 在我們設計領域 其實常常會用到 所謂的心智圖標 那 當 不同科系的同學來的時候 那第一步當然就是自我介紹 所以一開始我們希望他可以 不管你用畫的 或用寫的 就在你的大海報上面 把你所有自己的資訊都寫上去 那等於第一堂課就是讓他們可以 互相認識彼此 那在 不是設計科系的同學 他會有 會畫上面的恐懼 那我們會盡量一直鼓勵他們 這個畫得很棒啊 那你寫你的星座 或是他有興趣的東西 我們盡量鼓勵他 那彼此 互相認識之後 我覺得要做分鎖工作 都會比較方便 那 古代他有一個蠻大的優點 就是 他是一個 容納非常多 廣泛領域的一個學校 那我其實很感謝這個治理聯盟 就是讓我 有參與的這個機會 那也是 這樣的一個課程 讓我認識了 梅辛老師 葉在庭老師 陳惠茲老師 真的是 進入到這個聯盟 我才知道 要做畫領域 因為以前也還是習慣 是就是 在自己的專業上 非常的努力 可是你的面向 會太單一 那我一直做一個比喻 就是說 其實我們以前可能自己一直在練那個 關公的大刀 那那把刀 又大又 又 又利等等 可是 其實我們 更應該全結就是 去做一個 瑞士小刀 那它有非常多的功能 其實這些都是 在生活裡面 必須要具備的 那我覺得這個計畫 其實會讓我們 更去了解到其他領域的想法 看法 然後改善我們自己可能沒有看到的一個盲點 那就這個小組如何去激發他們的一個方法 其實我滿喜歡就是讓學生一直有一個活動的一個機會 那除了動腦 然後動手畫 然後傾聽 然後出去老談長者 或是說觀察等等 那我覺得這個 所有的一個把自己的那個骨感 全部都打開的時候 我覺得它 自然就不會偷懶 也不會睡著 它就是會非常投入它的一個狀況 對 我稍微來一下 就是說 其實 我們一定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一定要分組 分組呢 有幾種氣息嘛 所以剛剛那個賴老師有提到 有一個方法是說 如果學生彼此都熟悉的話 就讓他們自己分組 因為你如果幫他們分組 分完以後他們彼此看不睡眠 他就怪你 所以那個東西就會 就是推不下去了 所以如果他們彼此非常熟悉 其實讓他們自己分組是一個好辦法 當然我們老師可以在旁邊 鼓勵一下說不要 比如說可以 專長稍微分散一下等等這些東西 可是 就是不要強制性太多 因為免得讓他們一開始就覺得 我就是對這些人我都不喜歡這樣 那另外一種情形就是說 我們經由專長 或者是經由專長 或者是背景 或者是等等不同的方式 想辦法把他們打散 然後我們先幫他們分組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就會需要有一些遊戲的成分在裡面 就是才會讓他比較快的時間 可以熱絡起來 然後不會覺得他們很可憐被湊在一起 所以比如說像那個賴老師有講 比如說用抽籤啊 用發現啊 中間就我們 就是有一點遊戲的方式 然後我覺得像霓山他講的也很有趣 我們先幫他分完組了 可是設計一個小遊戲 讓他們是經由discovery的方式 就是要去模仿動物的聲音 所以他就開始玩 我覺得在這個破冰的階段裡面喔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他們一定要能夠笑得出來 我覺得 他如果很多的事情就是 只要微笑了 後面就可以破冰 他如果大家都很緊張喔 又很嚴肅的樣子 就 大家都不敢講話 所以 我覺得像那個霓山那樣子 設計一個遊戲喔 讓他們去 就是 因為大家在模仿 那個動物的聲音都不會太像嘛 所以呢 一定都會笑死的 那就會開始破冰這樣子 我覺得是 蠻好的辦法 就是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怎麼樣能夠讓他在 即使是不得已被湊成一堆的時候 仍然能夠有一點有序的感覺 這樣才能夠在很短的時間裡面破冰 那 我自己在在基本設計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間 就是時間長短啦 你如果很短的話 就要用一些遊戲很快就要解決 你如果時間長的話 就可以做一些別的事 那我以前的做法是這樣啊 就是 我通常都會第一週喔 來了以後 就叫他們 出一個作業 叫他們 就是 因為他們來都還沒有設計能力嘛 所以就叫他們做一個簡單的 用紙做 什麼東西都可以 是 就是 About Me 就是 叫他們做一個東西出來 表現他們是什麼樣的人 用紙來做 然後呢 你會發覺喔 你如果叫他站起來自我介紹喔 他就 很尷尬 然後什麼都講不出來 可是呢 你如果叫他拿一個 他們自己做的東西說 為什麼這個東西是我的時候 欸 就忽然變得沒有問題了 就是 他可以開始講說 為什麼要選這個色彩啊 是因為怎樣怎樣這樣 他為什麼要做這個造型啊 這些 就是 你如果給他另外一個東西 叫他去描述這個東西 然後 說他自己 這樣就沒有問題 可是你如果要叫他站起來 那大家眼睛都盯定著他看的時候 他就 講不出來 所以你可能要 也有可能是要 藉著另外一些方式 讓他有辦法可以 很流暢的講話 這樣子就會開始破冰 那破冰了以後 當然接下來就是 可能已經有分組了嘛 分組了以後呢 接下來就是要開始 讓他們有互動跟討論的機會喔 怎麼樣能夠建立 就是 你一開始有 有 有分組了以後 可能就要開始有一些討論 對不對 然後在Q2這個地方 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有的時候討論的時候會卡住 那 你如果覺得氣氛開始有一點僵了 然後卡住的時候 老師可以又做些什麼事呢 那現在怎麼辦 剛剛楊老師說 他因為太晚講 所以會累 會累 想要先跟你先講 對 其實我沒有要爭取一些事 但是我是有一些經驗 我就覺得 那個就變成老師的修為 我指的修為 可能是EQ 這一類會需要要比較不夠 那另外一個是 我也發現 就生呼吸好像是一件好事 就有一點Physical的那個動作 但主要的做法是 我覺得老師一定要在 學生一定是在box裡面 只不過他是在哪一層box 那老師你一定要想辦法 站在他外面的那一層 不然你沒有辦法打破這個僵局 這個僵局其實還是需要 還是需要你站在外面去問他一些 他沒有criticize到的分點 這個是我一直以來 我就覺得 這個 最困難的地方好像就在這裡 然後 剛剛我講的生物系 就 我發現生物系好像 你自己的myself有一點 然後有時候你會叫學生 也一起收生物系 好像之前也有研究 然後就 腦的含養量比較夠一點 這個 你思考會稍微比較活躍一點 那這個是我的一個經驗 那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 就 就我們還是會讓他看一些別人的東西 我們會讓 讓他從靈魂開始 這個真的是 就是比較沒要因的階段 我們就會讓他 讓一些別人已經在做的事情 我們讓他熟悉這件事情 以後 我們看這深度有沒有再往前面推的這個機會 這個是兩種做法 當然 短的你實在沒辦法這樣做 短的你真的 老師的這個 這個修為就要稍微夠一點 觀察力要比他敏銳一點點 他給的線索你要收集的比他還多一點 那這就變成其實 上這種課的壓力其實還是有 那就變成 老師平常也要做一些休息嘛 我覺得 大概是這樣 謝謝 你要先講 好啊好啊 那個 其實我非常害怕就是小組 他們在討論修改 那呈現一個放空的狀態 對 那放空的時候 有時候 老師也很緊張 對啊 那其實我 我會 在這個時候可能就會 盡量還是以不批評的一個方式來進行 然後可能會鼓勵他們 也許你可以去上網 就是找一些東西 或者是翻雜誌 那有可能 你可以 需要去找更多的東西 那有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 我常常會做一個動作 我會跟他們聊 聊的是說 那你的生活經驗裡面 你喜歡的什麼東西 可以帶到這個設計裡面 然後有時候 聊得太深入的時候 如果這個設計是很觸及到他的感動的話 甚至有人會非常感傷 就是說 從他的經驗裡面去找一些線索 那把這些線索帶進來 因為設計講求就是找到問題 那這些問題可能是一個不方便 或是說他 讓他是一種不舒適的一些狀況 那找這些問題 其實他自己的生活經驗當中 會更深 更真實的呈現出來 所以我會 有時候感覺自己 有點像那個 當然我朋友有專業 就是說 好像在心理諮商的那種感覺 去一日挖掘他的一個內心的業種 就是如果讓話題繼續滾動 其實在前提上面就是說 要先看一下老師在這個階段 在這個時間裡面 你給他的是什麼樣的做題目 對 然後所以 在兩天的WASHOW裡面 我們一開始是訓練學生 有觀察體驗的技巧 其實最重要的是 要培養他們有同理心 所以 因為學生們都非常年輕 但是我們的議題 常常是要為老人設計 所以在上一次的話題裡面 就是 我有請學生回家做作業 就是他們要去找他們的阿公阿媽 然後去觀察 他們飲食上面的行為 所以一開始的話題 就是 我有給他一個範圍 但是 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要需要給一些方法 所以有一種方法是說 讓他們的設計 他們的想法是聚焦在一個固定的問題上面 然後所以我們create的一個叫做Persona 它是一個小工具 就是有一個明確的人物 你知道這個 這個人物還是大家一起討論創造出來的 所以你會知道 張金春之阿嬤 他幾歲 他現在戴著假牙 然後他有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所以他喜歡 他喜歡去哪裡逛街 然後創辦怎麼樣 請到把一個假想的 有目標會出來的時候 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會比較聚焦 在這個 這個阿嬤的身上 所以這個是一個小小的工具 另外一個是 因為 要一個同學一直發言一直發言 其實他總是會有乾掉的時候 所以另外一種方式是 用故事接龍的方法 就是一組同學圍成一圈嘛 所以第一個同學就開始說 我是誰 我現在在哪裡 然後有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就開始 開始一個一個接下去 所以每一個同學 他只要講兩三句話 可是他要講到一個重點 是說 他在這當中描述一下 是否創造一個新的活動 使用了一個新的工具 講到一段話 再換下一個人開始 所以 助教或者是其他同學 就可以準備一張白報紙 然後把他們這個情境 還有問題就慢慢的描繪下來 大概是要輪個三圈 就有點乾了 可是 可是也還好 就是如果他們每個人都有抓住到 整個 想要去把一個故事描繪出來 把問題講清楚 把解答講清楚的時候 我覺得提供一些工具給學生 會讓他們憑空想像 比憑空想像來的更容易 然後還有就是 在助教的態度的方面 就是助教要非常的靈敏地注意到 有些同學不太愛講話 或是他很害羞 對 或者是 現在的學生都很喜歡 隨便講給大家 就一起說 好爛喔 就是會群起來說 喔 真的很爛 其實是一個好玩的口頭禪 對 但是我們會在braestorming之前 都會跟他說 我們這個是不去judge好壞的 不能再說人家 不能討論未來可行性 我們實在很短時間搜集很大量的點子 所以你要去學習講說 嗯 我覺得你的想法很好 你可以再多說一點嗎 然後 然後你學同學 如果他不想話就說 欸 這同學你覺得他講怎麼樣 然後 促使他們當中有一個對話 讓他們來專注聆聽彼此的 就是他們的想法 就是我會覺得說提供一些工具給學生 會讓整個的 嗯 博學的節奏 會run的比較順暢 我剛剛講完的那個組隊跟熱身 接下來就是要他們練習 練習 就practice 因為你要真正打球以前 大概也要經過我一段時間練習 那練習其實就是當成說他們在互動 然後有討論 那其實因為我課程的設計裡面 出了那個任務 這個 雅果出任務還是什麼 任務回來之後 會有一段沉澱跟休息 因為你18週要tempo要控制一下 你突然讓他們忙了一段時間之後 要稍微有兩三週 七十或三四週 有一個月時間也好 你開始做自己的lecture也好 或者是教他們一些比較solid的東西 因為畢竟還是有一些專業金屬要讓他們學 可是在那過程當中呢 也不能太長 但是也不能沒有 因為沒有一直叫他們活動活動 他們會累疲 疲乏了 所以大概在第二週出完任務之後 然後他們也沉澱了 然後大概講了三週 那接下來我讓他們練習是練習什麼 練習在我lecture的時候是 就是談很多的case 就是用很多的案例 讓他們知道 那時候他只要用眼睛打開耳朵打開 大概就可以 腦部有活動就好了 其他不用 但是講完之後 我接下來會有另外四個禮拜的真正的case study 因為我們過去在管理的教育過程當中 有一個很重要的手法 是要做各樣研討 那我就會用四個個案 開始讓他們再開始做練習practice 所以這個practice有所謂的實務個案的next practice 但是也是一個練習的practice 所以這個個案其實就開始有讓他們討論 那這個討論過程當中 會不會很乾 或者會不會有 大家沒興趣 就很重要是你選什麼個案 讓他們討論 所以後來我選的個案都是 一定是一樣跟他們的生活經驗有關 他們認識的公司 甚至他們自己體驗消費過的企業 而不會是國外的 或者是學教科書上面的什麼clasical的case 其實有時候他們根本不了解 甚至說他們跨領域的關係 他根本不曉得那個領域的clasical是什麼 所以其實就找他們生活經驗當中有的 所以這些服務業 其實對他們來講最有感的 就是像這種餐飲、餘壽服務 所以Seven他們一定熟 品泰豐他們一定熟 不熟他們還可以借機去吃一頓 比如網瓶或者是麥當勞 麥阿勞就蠻global的 就是在整個那種服務的SOP上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case 那這些case 讓他們去知道說 原來我們去消費當顧客素人的時候 感受到的服務 其實它的背後是一段非常整密的設計 跟非常細的這些思考 所以他們就會認為說 原來那個經驗是可以被設計的 消費的經驗、消費的體驗 那因為我們在教服務設計 就是要讓他能夠透過一個好的design 然後deliver給他覺得很好的experience 那我們就教他這樣的一個過程 然後就把 因為國內有很多好的case其實已經available 也有教材、也有教案 或者是他的那個 比如說有密集的 他可以告訴你怎麼教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選題很重要 那選完題之後 其實他們內部的討論就會 因為有人有經驗、有人有好奇 但是都知道是誰 那個時候的討論就會比較容易 那當然這個過程當中的 這個事實的老師的參與其實是蠻重要的 因為就像剛剛幾位老師所分享的 總有人因為個人的差異性背景也好 或者是個性或者是表達 所以有一些不同的落差 那我們個案討論當中 其實因為是公這個open的討論 所以我用三個技巧 第一個他們一定是要預期 就是看過的 而且小組討論完了 因為每個討論個案都後面有題目 所以他們一定要先交一份報告 表示他們有入獲 可是通常那都很假 為什麼? 因為他們回去都是分工 但是而不合作的 所以沒有共同討論 就是你負責第一題、第二題、第三題的交來 那但是沒關係 我們都會要求說在課堂上面 大家要發言 那發言就接著是第二個技巧 我們每一個人會做一張卡片 球員卡 然後到時候就是請 大家說明珊老師幫我抽一張 他就抽一張說 那個楊老師 然後他就要發言 就說這不是我抽的 你知道嗎? 就一開始也有點遊戲 但是也有一點壓力 他就每一個人都有被抽到的機會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明珊老師有提到的 那因為那個陳老師比較安靜 他沒有表達機會 或運氣的腦就被抽到 可是我就會說 因為陳老師剛剛楊老師講什麼可以附送一遍嗎? 我問他就發現說人要把耳朵打開 因為其實討論最怕的就是收訊不好 絕大部分的同學收訊都不好 就是他沒有在聽人家講什麼 因為他有時候他是 他很認真他準備他要講什麼 然後他也不管人家講什麼 要不然就是他沒有要管人家講什麼 因為他也不想講什麼 被抽到在新演出 可是如果你告訴文家 你示範一次跟他講說 你等一下會被抽到 你要講一下 附送一次別人的說法 他就必須把收訊打開 那這時候的參與度就會高 那你只要示範幾次 大家都有那個壓力在 就開始會好 而且聽人家講話 就慢慢慢慢會變成很習慣 所以我認為那個討論最難的就是 叫大家要傾聽 但是你要示範給他看 就是老師要先比他們更聽得懂 每一個人在講什麼 而且你可以給他回饋 所以剛剛楊老師講的說 其實上這個課 很累 其實他講的課要修油 修我 修養 其實我覺得上這種課 老師其實是要花好多力氣 然後比學生更參與 因為以下二三十個 那你其實是要聽所有的人 然後還要整合 還要回饋 還要叫誰叫誰 回答什麼 那他們兩個的差異在哪邊 所以以前我們在學校上課案討論的時候 我們那個知道老師最會做的方式就是 請A講 B講什麼 然後請C來評論A跟B之間的差異是什麼 那個學生就會被邀請成為類似像老師的角色 他要去分析 評估這兩個人講的觀點有何差異 久而久之 每個人都被訓練成 收訓又好 然後又有自己的評論的能力 然後又可以講出跟別人不同的差別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需要訓練的 那這個或許在討論的時候 你一定要某種的壓力 然後但是也有回饋 那這樣就會像打球一樣 有來有往 就會比較有趣一點 那這個是我的經驗 謝謝 我們在世界領域裡面還有一個經驗 就是說 你要給學生一點數量上的壓力 就是說 因為通常我的感覺是說 你如果沒有什麼數量上的壓力 他就想到一個good idea 他覺得非常讚 然後就停住了 所以那個 可是我們其實常常會這樣 就是我們在思考的時候 你會先想到一個idea 可是其實大家都會想到那個idea 然後呢 接下來到底誰的idea會比較好 其實是看你能不能從這個地方 再往前面再去想得更深入一點 所以我們通常其實可能有競賽 就是說競賽這種壓力 比如說另外一種方式是那個 就是規定一個量 每個團隊都要出來是個idea 所以呢 因為他知道一不能活對不對 就是你叫他出來說他只有一這樣不行 所以呢 他們沒有辦法只好坐下來 努力的想盡辦法去想說 然後就一直湊一直湊一直湊 那可能湊到七到八的時候還是不行對不對 然後就努力的坐下來 再努力的討論一下 再努力的仔細去看一遍 他們剛剛各自寫了什麼 我覺得其實數量 這種壓力喔 才會使得你就是說 有那個決心說 你不得不去看 我自己這邊我已經全部挖過一圈了 全部都沒有了 再也想不出來 所以你只好去看別人這邊 有什麼好的想法 然後你才會被迫再長出來一些 那當然不是說從這裡面就會結束 我們都是其實只是在訓練他說 不要太早就停掉 不要太早就放棄 不要太早就停下來這樣 然後要繼續往下的去思考 那當然就是 其實剛剛幾位老師也都有講 就是老師們也要在旁邊 維持一個很positive的一個氣氛 就是特別是在東方這個環境裡面喔 我們在東方這邊run這樣的東西 跟在西方喔 又不太一樣 西方呢他是 他急著要講啦 他急著要命 他拼命的要講 對不對 他們最大的問題是 每個人都要講話 不是 可是在東方這邊 每個人都很害怕 我出來 我如果答案答出來 我就是要正確 對不對 那如果我不確定 我的東西是正確的答案 他就坐在那個地方 死都不敢講啦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就是要有幾個條件嘛 比如說量的壓力 他就覺得說 我們這隊已經湊不出來 所以我應該要湊一個嘛 或者是說 大家的環境的氣氛非常的positive 老師也都在旁邊 心理諮商一下說沒有關係這樣子 然後他們才會願意的多講一些話 然後講出來之後 如果也獲得其他同學的共鳴 他們才會 我覺得那個flow才會出來 然後就會有比較好的一個結果 我們現在時間如何 3點半還有20分鐘 3點半還有20分鐘 好 然後呢 我覺得因為我們還有20分鐘 我是不是先開放一下flow 說那個 因為可能不知道 就是關於 關於如何帶領學生進行有效的話域的分組的討論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老師們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是問題 是 這有個問題是講起 你知道這個session 就是說 在帶領學生做分組討論的時候 去促進他們討論的過程 失所辦理的講師 當然會去引導他們能夠充分的討論 但是 我相信這種比較是跨領域的學習 一定有一種 買VAP做的一個分數要去Rating 那我怎麼去Rating說這些學生哪些是表現的 真的是比較是熱衷的 因為有些學生真的是比較是 擅長也去表達他自己的一些誤難感的 有些人是在過過那種 刺激會過程他會去形勢 事實上他們的合作或的排行力量 甚至於說 他這個懲罰可能會是更大的 但如果說我們要是在這種版背後 做學習的時候 怎麼去評量他們的學習成效 老師們有沒有什麼 怎麼樣去評量這種 我先講講好像我的評量 就是我带的是设计思考的课程 那其实设计思考从观察 然后到找出问题 然后甚至访谈 然后到最后可能讨论跟实作 我觉得它整个过程 其实是非常多的层面 你可能动手 有的是表达 有的是如何去完成一个东西 我觉得有的人可能 它是语言上面并不是那么乐于表达 可是我觉得它可以扮演的 也许是实作的某一个部分 那我觉得一定是在看整体团队 所表现出来的 倒是个别那么的 说分开的去评分 我觉得比较不会这样做 我们还是看整体 那如果他们自己找到一个模式的话 我觉得就是OK的 所以是凭整体的分数 然后鼓励他们尽量去贡献 我的经验是 因为团队有时候会有一种情况 叫有freerider 那团队的分数当然蛮重要的 我大部分也是给 不过我一定有给那种 可以个人负责的分数 因为我在整个 因为这是18周才有可能量 两天大概 两天不可能 18周里面 因为我的评量会有不同的面向 因为一个课程设计的四个元素 从目标从内容从方法到评量 要连在一起 所以最后呢 评量方式 因为过程也会有让他们个人表现的机会 因为有独唱又有合唱 那像体验 其实我中间其中没有考试 然后就会有一个其中的一种个人的表现 就是让他们去做 我都会带他们去看设计展 或者去做一个实物的体验 然后请他们做个人的report 那这时候个人的方面呢 就没有太多的规范跟要求 让他们可以非常open的 自己做自己各种形式的表达 所以我曾经在第一年的时候 带我去看世界设计大展 看完之后回来呢 有同学交给我一张海报 他把他所有参观的新的梦成海报 有人给我一首歌 因为我说形式不拘 我也没有称重啊 也没有照什么方式 也没有字数多 然后我说任何形式都可以 然后有人这就很 就是很标准化的写一份报告 有一些人是画个漫画 就是很多种 那这时候我觉得从读每一个人的 那个报告 就可以看出每一个人的背景 或他们喜欢的形式跟擅长的内容 那这时候 我觉得就可以给他们这个部分的个人的成绩 当然其他部分是团体的 那有些人的确他就教给你一页 然后上面是大概五百字 就是写一写就算了 但是这时候给分数之后呢 有点超过我预期 原本我没有期望说 我怎么没有想到说学生会来请教 然后他也不是阿刘 就是跨海报的那一位 他就说为什么我给他分数不高 因为有人我给他二十分 有人给他九十分 那他在中间 那他可能觉得他从来没有得到六十分过 那我告诉他说你这形式我很喜欢 可是你如果要用一个海报来作为一个意念或想法的表达 那你就要非常非常精准的在一张A4上面或是一张纸上面把你的concept能够呈现出来 所谓的海报并不是偷懒的过程 就是说你很有创意搞个海报来 我就会给你一个因为我看不懂的高分这样子 不会 可是我说就我老师的理解一个海报的呈现 因为我就去翻了一下 现在那个广告界也有在比那个海报的设计 那听说那个海报设计 你要把所有东西在一张海报上面要能够表现出来 那听说有一些key那我就去了解一下说那一张好的海报到底是什么元素 那我就现学现卖的告诉他说就我的了解一张海报是怎样怎样 那他知道之后他非常能够接受也接受那个分数 所以我这边刚好也要引证就是说当我们给他这个评价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要预期他会有想要了解why 那这边就要serious给他那个分数 所以个人的分数如此 那团体的话我就请老师们来背书啊 所以我就会请刘主任啊 刚刚前居安老师也进来 我就会请卡老师啊 前居安老师啊 或者有一些老师在期末竞赛的时候 我final的时候是一个workshop的评比 任务比较简单 我跟DA就可以 但final的时候我就请跨领域的老师来做那个评讯 就这样子要听同学的发表 那不同老师就会有不同的comment 那那个是一个共识的过程 所以他就会像我是歌手一样的 他会有一个比较整体性的一个feedback 我觉得这个可以还是要有比例 就是个人有个人表现 但是他maybe是两层还是三层 但是绝对大部分是团体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主要的一个作品 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吗 因为其实我们评论的过程 其实也是有专家参与最后面的奖顶 那其实我们后来在我的课程里面 又再加一个是使用者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就是一定是拿去给 只会长者去做平分 也不算平分就是一个他使用上面 可能可以喜欢的 或者是他操作上面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那像我们在我们的产品里面 年轻人他的想法就是放越多东西越好 那让他有很多功能 那可是后来我们例如里面有一个作品是手表 然后也放钥匙 然后也放肌骨器 然后也放量血压 就很多东西融在一起 那长者就反映说 量血压的部分最好 因为他随时都可以量 随时知道自己的状况 可是他也反映了一个是 他们不需要时间 因为他们退休了嘛 时间最多 所以他就说 不需要再提示我时间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使用者是一个 蛮好的一个评分的一个情况 对 那我再分享一下说 刚刚可能比较没提到 就团体里面 刚刚賴老师讲到的一些 就是 有点算是比较寄生的那种角色 那这要怎么样把它 就是filter out 我们用的方式就比较像是 我有一个总量 就是学生的这个组长 他可以做一个总量的分配 那总量的分配他就会比较紧张 你如果让他是 但是对每一个人评分 他就 他就有 他人情 他就很容易就是 大家都差不多 但如果是总量的分配的时候 他们其实会计较 就 真的没有做的 他们都有看得见 所以他在 因为此消 就会比较 就 如果那边少一点 那边就多一点 所以他在分配的时候 就会很清楚 那另外一个就是老师在 就是 我刚刚讲的 这是18周的课 才能够做到 就老师在中间的时候 就会变成 你还是需要下去跟学生理解说 他们合作的状况 那可能是一个淡淡的说 那个神又不在了 或是 我每次都这样等等 那就会变成说 你就必须要去稍微观察一下 那这样是 我觉得是创造一个 比较fair的状态 那这个是我们18周的课程 大概都会讲 就是 就是 其实在两周的workshop当中 其实我们不容易去评估 每一个同学 他投入多少 但是其实老师只是去当中 听他们讲的话 其实你会知道 他收集到的资料 所付出的时间是多少 所以我在我的workshop的时候 我都有给template 就是我有规定 回家作业 你要去访摊 阿公阿嬷 然后 你要什么方式来收集资料 你要用posit 然后posit 大概你要写30张 我每个人发一本 100张嘛 所以回来以后 就会有料 然后还有 还有就是说 之后的作业 deliver的形式 我也有先给他们一个样子 看到一个template 你要做成一个影片 或者是一个用照片剪接成的故事 然后最后呢 你要像是一个电影一样 最后不是要写导演是谁 然后场记是谁 就是他们要在那当中 把工作分配自己写出来 而且那是一个公开的 所以每个人在这当中都会知道 自己绝对不可能 坐在那边什么事都会说 只要在那边说 哦好棒 然后应该是每个人都要投入在这当中 然后可是就是 也许我的功课出了太多了 所以我在我那一场啊 有四组 结果有一组同学 他们在第一个礼拜有八个人 结果第二个礼拜 只来三个人 逼着我们再下去当主演 所以在这个工作的调配上面 我觉得也是 老师知道 要告诉他们说以后要有评分 但是你也不要吓到他们 吓到说 啊回去这么多作业 那下礼拜不要来好了 反正提醒的才卧校又没有规定 一定是必修 所以在这当中要有所调配 那另外一种方式是说 同学们可以互评 就是可以透过 出一些 就是不是量化的 而是去描述这个同学 你可以写出他的优点 然后 我跟邱老师合作的时候 他们是说 北一有一个传统 要写一个学诗 就是 课程反思记录 课程反思记录 所以其实他们有规定 参加完 卧校的学生 一定要教一个 二到三页的课程反思记录 然后 然后来 反思一下 教完以后才能够到证书 所以其实也可以从 那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知道这个学生 他 投入的状况 然后这是 我在卧校上面的 一些小小的经验 我补充一个 刚整合两个 我在学校 在时间用过 在台大没用 原因是因为台大的学生 基本上 因为创创他们来修课都 那个 那个 东西都很想 所以没有用 那我在实验有用过就是 叫做分组工作绩效表 那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最后 有分一张表给他 要组长去填 组员 然后填他们分工 就谁做了什么 像那个 电影跑完之后 跑马根 然后我给他们一个 十分的自评分数 自评 但是自评完之后 后面他们要签名 那 十分就是权重是一 如果最后他这一组得 九十分 你拿十分的人 就乘数一 但如果你写九 就表示你打九折 八就打八折 那因为这个十九八七 其实在他们内部 就会形成一个 讨论跟共识 那也可以从反映 他们的分工 因为有人有一个 工作很重要 叫做送印 那如果他有敢写 他十分送印 那我也会接受 因为我是尊重小组的 这种 就是他要cover 相怨 cover 那我都同意 但是这个是公开的 就是整个团队的 一个culture 是这样的话 就是说大家 有同学爱 我也蛮同意 所以我想这个 也可以让他们有自主管理 那最后分数 让他们fail 因为对他们来讲 会说有人就freerider 那有人说 如果大家都同意 要cover他 那我们没有异见 那可能有特殊的状况 家庭的因素 各方面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诚意 在需要做多个事情 不知道 我们实现的时针中 所以呢 不知道还没有什么其他的 我想我们刚讨论了很多 有关评分的事情 可是我个人是觉得 在我们设计领域 团队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我觉得 在我设计师考的课 我希望是真的有刺激到 每一个人 他用了我们 跟他讨论的这些设计方法 然后去激励他 培养出一个设计师考的一个 新的创新的模式 然后之后 他可能会延伸到他未来的职场 或未来的生活各个领域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平分可能不是那么的 我想在这个部分是这么重要 而是每一个人都有激励到 那个平分当然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这个竞争跟合作之间 到底要怎样取得平衡 你如果让主员跟主员之间 彼此打分数打得太 太精的时候 他就会 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到 那个彼此之间的合作的氛围 然后 那个 但是呢 你如果都没有的话 又会怕会有那个 不公平的那种现象 所以到底怎样在这两个 我是想可能没有什么 那个 可能没有什么 标准的答案 那原则上来讲 我们 大家都应该知道 这里面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讲说 哪一种方法比较好 可是 我想大家都同意说 我们应该要大部分 团队的成果 然后另外一方面去考量说 哪一些同学 其实是他的贡献度有多少 可是是不是要用 团队团员之间互相 评分 或者说 在这个地方的评分 到底应该怎么样 来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 有一些可以考量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 可能性 我觉得在设计系里面 常常会 会做的一个方法 其实是这样 其实 我们老师是没有 24小时 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如果是做两天的 还是 还是 交作业的前一天 谁有在熬夜 谁没有在熬夜 每个人 那些人 他们自己知道 是我们不知道欸 他们自己都知道的 然后那个 其实我觉得 我们的 某一种程度上 我们的目标 是激励他们 要从正向来做 那 因此 对我觉得对设计系的来讲 我们 往往会非常鼓励 就是说 团队一定要有一个 公开发表的机会 一定要有一个方式 让那个 大家都愿意贡献 并且贡献得很好的团队 一起出来 然后 然后讲他们的成果 然后 让他们有一种 非常好的 荣誉的感觉 那你如果 营造这种 荣誉的感觉的话 学生就会 比较愿意 如果我们 这一群人 因为比较善一点 对不对 可是 输人输地嘛 对不对 下一次 如果不是只有一次的发表 下一次的 我们就会努力的 再把它 赢回来这样子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比较不会变成是 那个 竞争对手 这样 而是说 我们大家应该要 努力的 设法贡献 让我们整个团队 会更好 这样 可能会是 也是另外一种考量 是不是这样子 诶 我们应该要来完成 我们的Q3 请用一句话来 形容跨领域的 教学模式 那怎么办呢 现在 该谁开始 我刚刚要先 先讲我们 爹地三题就是 来打一场好球吧 哦 你看很棒 然后 名单了 每个人都是 翻译大家 創造新的语言 样子 对 对老师来讲 老师 比起指挥家 老师其实是调音师 那就是气氛上 调音师 那我觉得这样 才能完成一个 这个 这个比较完美一点的演奏 这个是 我比起来讲的 下一个完美的演奏 对 我个人认为 其实 这个跨领域的 一个 模式里面 我觉得 就是可以 延伸 同学们的触角 然后 它这个 一个 精良的武器练就好了之后 自然会回馈 它来专业 我可能稍微讲一下 我其实跨领域 教学模式 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就是 我是觉得 就是 全世界到现在 有没有那个 书是说 如果跨领域教学 该如何来进行 一开始应该怎么样 第二部应该怎样 第三部应该怎样 我觉得 其实就是因为 没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才会需要 在这个课堂里面 办理这些workshop 然后 也有很多的这些经验 其实是在 尝试错误的过程当中 大家累积出来的一些经验 那 我觉得 如果是 呃 大家 就是 因为我觉得 我其实我在带学生的时候 我常常都 一开始就跟他讲说 我先跟你声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是不知道标准答案的 你要搞清楚 因为 有的时候 学生如果 以为 就我们如果以为 有标准答案的时候 你就会很紧张 那我这一步 到底做对了 我这个 开始的这个 破冰是不是已经执行的 一百分 就我们自己也会很紧张 但是如果是说 我们了解说 其实大家都在一个 尝试 尝试错误的过程当中 然后 我们就是 呃 参考大家过去 执行的 很多撞墙壁的结果 然后 我们来 想办法 订定一个办法 然后 我们来尝试看看 然后在这个 尝试错误 跟修正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是慢慢的 会熟练 因为它这个真的是一个 passive knowledge 就是我们真的 可能很难用 书本上面的文字来写 说怎样才会好 然后 到底 什么要应该下多这件事情 可能我们都是 当场 然后根据不同的人 才有一点感觉 对 所以对我来讲 我是觉得说 那个 大家如果有这个体认说 我们其实是 大家一起 在这个 一个 一个 foreign的 一个大家共同 学习的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可能 大家会比较放心一点 我们就是 尽力去把它做好 那如果我们这一次 做的比较不好的地方 我们把它记录一下 然后下一次 就是在题目的选择 在团队的分配上面 再去稍微做注意 像这样 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我来问一下主办单位 这样时间到了吗 到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提前十分钟结束 因为后面的 我想大家应该不希望 时间一路往后延迟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赶上进度 我们应该准备 我最后可以 一分钟就好 其实我一直要 忘记来的事情 其实我发现在跨离的学习 我讨论啊 座位很重要 座位很重要 为什么 空间座位很重要 我们今天在这两个教室 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说 在隔壁比较容易讨论 在这里会容易 因为桌椅的摆法 其实 我觉得那是蛮重要的 一个环境空间 对 所以最好是一个 摸没有遮蔽的 或一个 可以大家互相看到 对方的那个 整个的那个 layout 其实是非常有助于 讨论 因为人的行为 会受空间影响 所以空间如果安排得以 其实个案讨论的标准房间 是比较 摸或者是一个马蹄形 是在各个角度都可以互相 因为这样子的讨论 其实我们很容易躲在椅子后面的 那 其实不利讨论 所以我觉得那个 如果真的实务上面 要进行那个讨论 空间跟座位安排 其实是蛮有很重要的事 所以赖老师最后又提醒 不是只有什么交法的问题 跟带动的问题 就是我们一开始 在选那个场地的时候 就要先考量这样子 会对部队的执行会有帮助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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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